哈囉 大家好 我是緣家鄭德瑞 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倒數台北馬拉松已經大概100天了 不知道大家當時有沒有經歷這個500之亂 台北馬拉松當天伺服器直接掛點 然後現場大家也是愛生影片 大約我印象半碼報到應該是45點左右 才陸續大家開始暢通報名成功 哇 真的是頭痛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 究竟台北馬拉松倒數100天 你可以做哪些準備 倒數100天的賽事準備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這一集我們先來講解一下 客表之外 身體的裝備很重要 到底該穿什麼樣的衣服 什麼樣的褲子 還要選擇什麼樣的鞋子來參戰 是最適合的呢 那衣服的部分 當然是穿透氣的排汗材質的比賽衣 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穿棉T的話 跑到全身濕掉 會非常不透氣 而且很濕重 所以一定要穿這種排汗材質 那短袖或背心呢 就自己依照喜好來選擇 剛開始可能你習慣穿背心 那你就選背心 短袖的話也OK 褲子的話建議是膝蓋以上的褲子 因為這樣在流很多汗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很厚重的感覺 那也可以選擇緊身褲 可能對於你自己穿著的這種 黏膩的感受上 會再更清爽許多 那鞋子呢 今天就是重頭戲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我手上這雙 最新上市的HOKA MAH X2 這次的HOKA MAH X2呢 算是跟上一代來講 有很大的更新 整體的外觀看起來 設計語言是更加輕量俐落 那除了這個設計 看起來很輕量之外 它的斜面呢 也是加入了更加透氣的這個網布 所以整體穿起來的感受 雖然是編織布面 但它透氣效果是很好 那看到中底的部分 下層是EVA 上層是PBA的中底 而且是加厚的PBA 所以整體的回彈性 是更加的提升 那在挖洞設計的裡面 也可以看到綠色這個 就是這次搭載的PBAX推進板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次的滾動角度也更大 所以跑起來的這個慣性 也有更加檔次的提升 那Logo的部分 這次也有加入這個反光的設計 所以整體的設計語言 是一大更新 講完了裝備 我們接下來講一下訓練的規劃 那我們先從訓練週期開始講起 因為現在距離台北馬拉松 大約倒數三個半月左右的時間 大家看到這個影片開始 那所以這三個半月呢 14週的時間到底該怎麼準備 我們一樣要先幫大家 稍微切割一下週期的安排 訓練週期大概就分為四個大週期 基礎期、進展期、巔峰期跟比賽期 那從基礎期開始呢 當然是從打底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參加半馬的賽事 那基礎期可能相對來講 不會負擔這麼重 但如果你是參加全馬的賽事的話 如果你的基礎期準備不夠 對於你後面的訓練量來說 會可能有點吃不消的情況 甚至在最後的長距離來說 會有點身體開始出現一些排斥反應 然後訓練狀況可能就開始有點 每況愈下的狀態 所以基礎期是一個很重要的週期 那我們會推薦大家 不管是參加全馬或半馬的週期 從現在開始14週 都可以大約的切割為 5週基礎期 3週進展期 3週巔峰期 3週的比賽期 總共加起來就大約是15週 當然你可以稍微做一點點前後挪動 例如說你從6到8月一直有保持訓練 那你的基礎期可能可以稍微縮短一點點 但如果你是完全沒有準備的話 我就會建議大家前面的基礎期 要花多一點時間來做打底的準備 那後面的幾個週期呢 還是會有點延續到基礎期的訓練延伸 如果你的基礎期準備不完全 你在進展期或巔峰期的這些準備上 間歇可能就會跑不完 那我們接下來細一點來跟大家分享 每個週期到底在準備什麼 那該訓練什麼樣的課表 那首先第一個週期是基礎期的安排 那剛剛前面有講到基礎期是最重要的週期 因為它是建立你良好的有氧耐力基礎的一個關鍵週期 如果這時候你的打底不夠完全 你的有氧耐力不夠飽和的話 對於你後面要做一些間歇訓練的強度刺激 或是訓練量累積起來的時候 就有可能造成 例如說間歇回復不來 或者是在做一些間歇訓練的時候 開始覺得那邊痛那裡痠的 然後會覺得肌肉開始出現一些狀況 所以基礎期很重要的就是慢跑 那我們一週當中呢 大約會安排四到五次的訓練 如果可以的話 全馬我會建議至少跑到五次 那半馬的話至少是四次 那這四次到五次的訓練當中 大概會有一次是速度訓練 其他的三到四次呢 都是以有氧耐力的慢跑為主 所以第一個週期你可以想像 前五個禮拜跑起來都是稍微有點無聊 可是你的訓練狀況是慢慢堆疊游泳能力 往上提升的一個關鍵時間 因為如果你可以每個禮拜 例如說這個禮拜從60公里 60公里太多了 如果你是半馬的話 可能從30公里 然後下個禮拜跑到35公里 下個禮拜40公里 下個禮拜45公里 那全馬的話可能要從40、45、50、60 這樣慢慢往上提升 大概是每週間隔當中 以平均不要提升到超過10%為基準 所以例如說你這禮拜跑50 下禮拜就不要超過55 因為以這樣超過10%的狀態 身體可能是來不及負荷的 那以大方向來講 就是一個禮拜 四次慢跑 然後一次速度訓練 那速度訓練比較簡單 就是慢跑之外都是跑短的 200公尺啊 100公尺啊 最常不要超過400公尺的訓練就OK 第二個週期是進展期 那進展期跟前面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會從短距離的R跑 就是衝刺的這種短速度跑 變成稍微長一點點的間線訓練 那強度區間大概落在強度5區 如果不知道怎麼訓練 不知道怎麼安排自己的強度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那以這個強度區間來說 一個禮拜會安排一次的間線訓練 其他一次還是以慢跑為主 所以一個禮拜 如果會有四次訓練 就是三次慢跑 然後一次間歇 間歇可以從400 慢慢到800 到1000 用這樣的方式逐漸疊加 但如果你是 可能速度狀態沒這麼好的人 你也可以先跑多一點點的 400公尺 先把短的練好之後 再把距離慢慢延長 那如果你是已經練習很久 一段時間 然後身體累積的狀態也都很OK之後 其實你可以從800 1000 1200直接往上疊加 刺激最大市場量的效果是會比較好的 所以一個禮拜的安排當中 至少就是三到四次的慢跑 然後一次的間歇訓練 那間歇訓練可以從原本的短距離 稍微拉長一點點 大概距離落在400 800 1000 1200 這個區間 會是比較好的進展期訓練 第三個週期是巔峰期 也是這幾個週期當中進步的一個關鍵 當然這個關鍵呢 會看你前面幾週的訓練狀態如何而定 例如說你前面幾週練習得很不規律 那這個時候的巔峰期 就算你練了很多間歇也不一定能進步 因為你的基礎不夠完整的情況下 間歇就沒有辦法跑得很完全 達成率不高 進步效果就有限 所以巔峰期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刺激最大上量提升 一週裡面除了原本的慢跑之外 我們會加入一次的強度四驅的 大概有點像節奏跑 所以大概會是兩次慢跑 然後一次間歇一次節奏跑 那你可以想像兩次慢跑就是輕鬆跑 跑起來可以一點點聊天的這種情況 一次間歇跟上禮拜一樣 還是以這種間歇400、800、1000的這種距離 那一次節奏跑可以跑大概是3000、4000、5000或是6000 就是慢慢把里程從3公里、4公里、6公里到8公里 用這樣的方式來跑強度大約3到4區的節奏跑 用這樣的方式 一週會有兩個強度刺激 加兩個慢跑 當然還有一個週末的長距離 用這樣的方式在巔峰期就可以達到 刺激的最大目的 當然這個時候最關鍵的就是有可能是跑量最大的週期 這個時候是比較容易有受傷的可能 所以大家在這個時候要特別注意你的放鬆跟你的恢復 那第四個週期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比賽前準備期 那這個週期會跟前面比較不一樣的是 週末的長距離可能會從輕鬆跑變成 比較接近比賽的這種配速訓練 那週間的間歇訓練也會稍微遞減 把強度變成稍微比較低的節奏跑 然後里程會稍微拉長 透過這樣兩種訓練的加強準備 會對於你的比賽前準備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當然訓練到這邊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是因為你已經累積了10個禮拜訓練 以里程來講已經累積得非常充足 所以這個時候不要再有賽前焦慮症 覺得我會不會練不夠 這也不要再多練一點 比賽已經到處一個月了 我必須要出去抱佛腳 這個時候該做的 是把比賽強度慢慢適應成你要配速的狀態 第二個是把你的身體保持最健康的狀態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呢 你有可能免疫力下降 是很容易感冒的 所以第一個注意保暖 第二個睡眠充足 讓你的身體可以調整為準備的備戰狀態 那量好的恢復呢 才可以把我們前幾週大約快10個禮拜的這個累積準備 好好的調整成最好的備戰狀態 那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非常多種刻表 其實各種刻表適合的跑鞋也不太一樣 像我自己全馬大概在3小時左右成績的話 馬赫X2的定位對我來說 就會拿來做一些週末的長距離LSD來使用 畢竟節奏跑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跑20-30公里 但是配速也不會比比賽配速慢多少 可能我的比賽配速4分05、4分10秒 我可能在週末會跑4分半左右 馬赫X2就是非常適合勝任一個鞋款 因為它也是有搭載PBEX的推進板 以及PBA的中底 所以推進效果整體來說是很夠用 當然如果你是比較入門的跑者 平均配速可能在6、7分數的話 這雙跑鞋在日常做一些間歇訓練 甚至是比賽用鞋就已經非常夠用了 可以耶 這次一代跟二代感覺真的不太一樣 一代的感覺啊 穿起來是比較偏舒適的 然後腳感整體來說 它沒有這麼厚底的感覺 所以它腳感比較明確 但它稍微比較寬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其實兩隻腳從正上方拍下去 它的寬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二代整個是比較流線比較包袱 那也因為這樣 它的側向穩定 像我剛剛那種急煞轉彎的話 其實二代X2的表現是比較好的 那X1就稍微有點差強人意 但它也是當時候我覺得很好穿的跑鞋 這二代跟一代感覺在前傾的角度上其實蠻不一樣 就可以看到二代啊 它的滾動的這個感受 其實是比較平穩滑順 它沒有一下就暴力的讓你往前推的感覺 可是在X2上面呢 它的整個倒腳切的上面是比較上切的 所以你在往前前傾的那種滾動感受上 二代其實是稍微比較主動的把你往前推的感覺 那我覺得整體兩塊中底的感受也不太一樣 就是一代的中底會稍微比較Q軟一點 比較舒適性取向多一點 那二代稍微比較扎實一些些 但它也不會過渡到很硬的那種踩不開的狀態 二代整體來說會比一代稍微再暴力一些些 那也不至於到讓你覺得不好嫁 因為它的包覆性跟穩定度是有比一代更提升的 不過馬赫X這個腳感的Q軟程度感受 大約是6到7分的話 馬赫X2大約只有5.5到6分左右 它其實整體來講是比較扎實的 那推進感受呢 如果馬赫X1它大約是6.5分左右 那我覺得馬赫X2大概有7到7.5分 整體是比較扎實 沒有這麼Q軟 但它的推進感受是比較好的 所以馬赫X2呢 我覺得它是比較介於適當中間的鞋款 如果你覺得碳板鞋還有點難駕馭 不太敢入手的話 像Holka家的CLX1 SkywardX 你可能覺得這些跑鞋有點太暴力了 那沒關係 馬赫X2是一個滿中間的鞋款 它可能會介於馬赫6或是其他Clifton 再稍微進階一點點 但又不會過度暴力到覺得難以駕馭的這種碳板鞋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馬赫X2它是一個滿全能的存在 如果你是完全沒穿過碳板跑鞋的跑者的話 我覺得馬赫X2是一個滿好入手的第一考量 因為它不會這麼暴力 但是又可以帶給你還不錯的推進感受 所以如果你的半馬跑者大概在兩個小時左右 全馬跑者在四個小時內 我覺得穿這雙跑鞋 跑在6分到5分之間已經可以感受到它帶給你的幫助 那如果你跑到5分內的話 它的推進感受是會有更有感覺的提升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合體 那合體呢其實也是平常練跑的一個很重要的路線 因為畢竟在合體訓練會比較接近實際當中在賽事可能會遇到的柏油路段 那在合體跑步就是這種柏油賽事的路段當中 其實跟在田徑場跑還是有很大不相同 因為其實在反饋的這個腳感能力上 鞋子跟地板直接接觸的這種感受其實就差異很大 那順便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馬赫6跟馬赫X2到底該怎麼選擇 畢竟我們剛才已經介紹過一代跟二代的差距 那馬赫6也是最近很火紅的一雙跑鞋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它的定位差距 像馬赫6我個人會比較推薦 如果你平常配速可能會在5分半、6分以外 然後稍微比較快的速度可能是5分整比在配速的話 或許馬赫6就非常足夠 但如果你是真的會比較進階一點的話 或許偶爾可能會跑到4分整、4分半的這種 偶爾小小熱血 我覺得馬赫X2會是更加合適的 那馬赫6整體的中底感受 其實跟馬赫X2腳感是有蠻大差距的 馬赫6整體比較偏軟一點點 那支撐性我覺得沒有馬赫X2這麼Q彈 以軟Q程度來講馬赫6其實是比較軟一點點 那推進感受上它其實也沒有到這麼暴力 所以它的滾動慣性來講 是比較舒適調性取向的一個跑鞋 那在跑長距離或加速的時候 它可能沒有像馬赫X2這麼暴力 但整體的舒適性來講 我覺得它是更勝於馬赫X2的 所以馬赫X2整體呢 我覺得它在博鹿的表現上 相對於馬赫6來講是在更硬拍一點 如果硬彈程度來講 馬赫X2是稍微硬一些些 但是它的推進感受或是整體的滾動慣性 其實也比馬赫X2來的更連貫 速度更快一點 那這雙跑鞋在田徑場跟柏路 跑起來的腳感差異 在田徑場上其實跑起來會 我覺得舒適性是比較OK剛好 畢竟田徑場這種PU材質是比較軟一點點 那搭配這種稍微有點支撐的中底 跑起來會比較協調 但如果在這種柏路上跑起來 你就會覺得這雙跑鞋 真的是像賽車一樣的感受 它真的就是來應戰的 然後但是它又沒有到真的 這麼難以駕馭的碳滿跑鞋這種規格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找一雙 稍微比現在的慢跑鞋 暴力一點點 然後速度一點點 馬赫X2會是蠻好的選擇 再補充一下 你看馬赫6的這個空間感 跟這個軟Q程度 其實是比較舒適的 但馬赫X2 它其實沒有這麼容易左右晃動 看起來還是很緊實的包覆著你 它是比較競技感一點 那這雙就真的是比較偏舒適 慢跑選它 比賽選它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這邊結束了 希望這支台北馬拉松倒數100天 對大家會有幫助 記得從現在開始規劃你的訓練週期 這個接下來12到14週是非常關鍵 如果你現在沒有開始訓練 可能會對於台北馬拉松的終點結果 會有一點點小小失望 所以現在開始努力吧 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介紹這雙 HOKA 馬赫X2 9月1號上市了 如果你也想要體驗更多 關於HOKA 馬赫X2的資訊的話 可以FollowHOKA 台灣的相關資訊 我是你的家長隊 如果喜歡旁邊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就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GALINCE